首先我们来讲讲朱元璋的原配夫人马氏 朱元璋在征战天下创造大业的这段时间中 马氏始终同丈夫携手并进患难与共 朱元璋登上皇位后对自己的老婆十分感激 立刻册封她为自己的皇后 马皇后经常会给朱元璋出主意 朱元璋对妻子的建议也十分看重 甚至朱元璋曾多次想要赏赐马氏家族 都被妻子制止了 面对丈夫屠杀功臣的行为 马皇后总是苦言相劝 让朱元璋稍有收敛 可以说在马皇后死后 再也没有人能规劝她了 最终死在朱元璋手下的人不计其数 马氏与朱元璋婚后不久 收养了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 外甥李文忠 还有定远孤儿穆英 马氏对这三个养子势如锦叔 细心照顾 后来马氏和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生活中 马皇后始终节约务实 哪怕贵为皇后 也常亲身仿制刺绣 若说马皇后是以贤惠当选 我国男性心目中的优秀女性 那么英丽华的优秀品质就是十大体 英丽华所生长的时代 是一个被班固称为天地革命的大变革大动荡时代 在刘秀还没登基成为光武帝之前就曾说过 找老婆要找英丽华这样的女人 在刘秀起兵后就娶了英丽华 在东汉政权建立后 又封英丽华为贵人 史书中的英丽华言行谨慎 不喜欢把玩宝物 孝顺仁慈 在英丽华身上 我们同样能看到她的贤惠 除此之外 她还很识大体 英丽华作为刘秀的原配夫人 并没有在刘秀登基后成为皇后 她自己心中十分清楚刘秀的处境 英丽华虽为原配夫人 又深得刘秀宠爱 但是她若成为皇后 难以让众人心悦诚服 毕竟郭盛通在朝中的政治价值极高 况且在刘秀建国时期 英丽华并没对丈夫的事业有什么帮助 英丽华从各种角度 考虑了册封皇后仪式的利弊 在左右权衡之下能让出尊位 最终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长孙皇后同样有这两种优秀的品质 李世民继位后 经过了十几天就册封了长孙皇后 这位传奇女子通晓历史 常常用典故来阐述道理 李世民在政治上 有很多错误的决策 都是这位长孙皇后帮助其纠正的 长孙皇后最动人之处是温柔 她喜欢看书 即便在日常话中的时候 手中也不离书籍 在她成为皇后之后 还常常跟李世民一起看书 谈论古今 对李世民的问题都能从容回答 并有独到的见底 帮了李世民不少忙 并且长孙皇后与其他人相处融洽 从不冤枉人 李世民在连年征战中脾气很暴躁 宫里经常有人惹得浓岩大怒 每到这个时候 了解太宗脾气的长孙皇后 都会平息皇上的暴怒 就在李世民登基之初 患了一场大病 在床上无法行动许久 在这期间 长孙皇后始终陪伴在病榻前 日日夜夜守候在丈夫旁边 想到自己和李世民 从少年时期结为夫妻以来 一直荣辱与共 在最危难的时刻也未曾离弃 念及此处 她时刻将一瓶毒药 系在腰盼 做好了殉情的准备 找孙皇后一方面 欣赏庇护着那些敢于直言的忠臣 另一方面 也在不断地提醒着李世民 要行人证 可以说 她以女性特有的力量 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辅佐皇帝丈夫 使得出唐出现了有力的政治局面 这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温柔 找孙皇后的温柔境界更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